大家好,那么我们现在继续讲这个税务居民的这个系列 那么我们现在上次来讲到这个情况 那么就是说通常,那么我们看看下面他怎么说的这个情况 You may be considered a non-resident of Canada if you did not have significant residential ties with Canada and one of the following applies 那么就是说,如果你通常是住在国外的话,不在说加拿大的话 那么你呢可能是被认为是一个什么,被认为是一个非税务居民 加拿大的非税务居民,那么非加拿大的税务居民 或者是非税务,这个很绕口,非税务居民 加拿大的非税务居民,从加拿大这个角度来 如果你没有这个很显著的居住联系 那这里大家要注意,你还是有一个条件 你没有啊,首先一个要决定你是非税务居民的话 你如果通常住在国外,如果你是一个非税务居民的话 首先一个符合的条件就是说,你跟加拿大没有这个显著的那个居住联系啊 如果你,你跟加拿大有显著的居住联系的话 你即使住在国外,你也不一定被认为是非税务居民啊 这一点大家要注意了 然后首先一个,你要跟加拿大没有显著的居住联系 然后呢,还要怎么样,还要这个下面的两个情况之一符合 那么什么符合情况 首先第一个 You lived outside,看到所有的业 accepted you 你就说你整个这一年都住在,都不住在加拿大 然后这里有除外,什么除外 除外就是说,如果你被认为啊 你被认为是一个,除非你是一个 除非你是一个被认为的加拿大的税务居民 那么前面有的,就是说你即使不住在加拿大 你也可能成为一个被认为加拿大税务居民 那这个除外,那么一般呢,通常情况下 你可能被认为是非税务居民 如果你不住在加拿大 整个一年都住在国外 第二种情况呢,就是说 你在加拿大呆呢,少于183天 一年里面少于183天 那么这一年呢,一定可能被认为是非税务居民 那么这个呢,跟上面这个呢,差不多了 就是说还是以183天为界的啊 那么好,那么我们看看 那么呢,这个下面来说了 如果你,if you want the CIA's opinion on your residency status complete former determined whichever plan or former determined living in Canada 那么说,如果你想要 那个加拿大税务局 对你这个居住状态的一个观点 他们有一个观点的 那么这里啊 大家要注意 他说,税务局可以给你一个观点 然后呢,你要填表的 如果你进加拿大呢,是填一张表 如果你出加拿大的,填另外一张表 这两张表呢,都是询问这个税务局 加拿大税务局,就是说你到底是算不算什么最税务居民 或者非税务居民 这个到底怎么算的啊 那么好 那么由他们问加拿大,由加拿大税务局的决定 那么这里呢,他用了一个词,非常微妙啊 观点啊,opinion啊 税务局的观点 那么这个词呢,我觉得有一点 有一点误导性的作用啊 在这里呢,我具体呢 我就,我发表一下自己的意见 大家注意一下 就是说,这个有一点误导 其实啊,这个你是不是非税务居民啊 我认为啊,我退演啊 我这里,我首先退演 我们要看下去 就是说,你这个税务居民的状态啊 到底是税务居民还是非税务居民 这个最终的决定权在加拿大税务局啊 而不是在你本人啊 你把情况汇报给这个加拿大税务局 由他们来定的啊 最终的那个发言权是在加拿大税务局 而不在你啊 这个大家,我想应该是这样 所以说,你不能自说自说 就认为,根据自己情况 你就认为自己是税务居民 或者就是非税务居民 这个不行的啊 所以呢,他这里呢 实际上面呢 这个最终啊 决定你这个税务居民地位啊 这个发言权啊 这个最终的这个决定权 在加拿大税务局 而不在你 所以呢,他这里用个观点呢 就很奇怪了 好像呢,这个你如果一般用了观点嘛 好像,好像他只不过就是发表一个观点啊 然后让你参考一下 有这么个味道 其实不是这样的啊 其实他这个非常严格的 他这个不是观点啊 比如说应该要换一个英文单词 对不对 好一点 他是determination啊 因为我玩的 CIS determination啊 他的决定啊 他认为他的决定啊 有determination比较好一点 这里这个opinion 换成那个determination 有税务局来定的 这件事情 这个呢,大家要注意一下啊 好,那么我们接下去啊 看下一页 稍等一下 我们看下一页啊 好,那么下一页呢 就是说你要 下面呢 就是说你可以参考的一些 发表的一些 这个刊物啊 加拿大税务局的 有出版的一些刊物 还有一些表格 那么这个两个表格呢 就是让你填 填表 就让那个税务局决定的 那么这个呢 就是一个小册子啊 然后是 好,那么 那么这个呢 就是好,那么呢 现在呢 目前呢 我们呢 这个呢 这个主要的这个 这个 这个 这个determine determine your 那个resident status啊 这个呢 我们呢 就是讲完了 那么其实这个呢 这个加拿大网站呢 它是给了你一个 初步的一个解释啊 那么 那么还有一个呢 就是比较详细的呢 就是那个啊 就是这个 income tax foley啊 determine the individual 这个就resident status 那么好 那么我们现在呢 就要去讲那个了 那么好 我们把这个关掉 然后呢 我这里呢 这个下载了啊 这个 这个 我们看看啊 稍等一下啊 那这个呢 就是说 加拿大的这个出版物了 这个很长的啊 我们讲了 要很长时间讲这个 income tax foley foley就是 就是一种小车子啊 s5f1c1 determine the individual's residence status 那么这个呢 就是讲的更详细了啊 那么那么那么 这个就讲的更详细了 好 然后呢 它说呢 系列5 系列5是 international and residency 这个系列5呢 专门提到是国际性的啊 你你你你 你这个涉及到几个国家了 然后呢 设计你的那个居住的 税务居民的那个 好 然后呢 Fully 1 Fully 1就是 residence 你的居住那个啊 然后呢 是第一章 第一章 第一章是 determine the individual's residence status 那么好 那么我们先看 它的总结啊 先看它的总结 summary啊 总结 the purpose of this chapter is to explain the position of the Canada Revenue Agency concerning the determination of an individual's residence status for income tax purposes and the factors to be taken into account in making that decision 啊 那这里呢 特训们看到没有 我们刚才说了前面 实际上是一个 decision啊 determination啊 sorry 是一个determination啊 是个决定啊 税务局做的一个决定啊 determination啊 所以说前面那个 opinion就不对了 这里他没有用opinion 他这个小册子 这个是有法律的 有一点 相当于办法律的 一个东西啊 那么这样的话呢 他用词严谨了 看到没有啊 这里有determination 而不是前面 是个opinion 对不对 那个前面那个opinion 应该改掉 改成现在的determination 那么 那么这一段话 什么意思啊 就是说这个 这个这个 这个小册子啊 这个第一章啊 这一章啊 是是 是用来解释啊 加拿大税务局啊 是 呃 是如何来决定你的那个 如何来决定你的税务状态的 啊 就是说 然后呢 在决定你的税务状态的时候 他们要考虑的因素 他们什么东西 他们是 是他们考虑的啊 就就这一段啊 然后是 看看这一段 under the Canadian income tax system 嘛 那么这个就是在加拿大的税法系统 在加拿大的税法系统下 一个人的要交税的这个义务 就是交收入税 交个人所得税 个人所得税 你要交个人所得税 它的基于的基础是什么 基于的基础就是你是否是加拿大的税务居民 或者是非加拿大的税务居民 这个就是最本质的区别 那么如果你是一个加拿大的税务居民 在这一年 它是每一年来算的 如果这一年你是加拿大的税务居民 那么你就得交加拿大的个人所得税 而且你交的税是从你的全球的收入的 这里大家知道 加拿大交税的系统大家都知道的 如果你是加拿大税务居民的话 你在国外的收入也要交税的 基本上大致一般来说是这样的 你在国外的收入也是算你的全球收入 它是全球收入 全球的所有来源的收入 你哼哼哼哼都得交税 然后呢 一般来说呢 如果你是一个非加拿大的税务居民 那么你要交税呢 只叫你从加拿大拿到的收入那部分 而在加拿大以外的收入呢 你就不用 不用那个交交税了 啊 就这个区别 对中国人来说大了 所以呢 我就知道 据我了解啊 就是说中国的那个华人啊 很多人就说 他待在那个 他是加拿大的移民 但是呢 他就待在中国做事 然后呢 他就想拿到这个非加拿大税务居民 他就想拿这个 拿到这个生物分 这个决定以后啊 税务决定这个决定以后 那么就是说 那么就是说 他在中国赚了钱啊 他在中国买房子啊 买卖房屋啊 盈利啊 这么这个东西啊 都不要交税了啊 那么那么 这个就是说 你如果是非加拿大的税务居民的话 那么你呢 要交的税 你还是要交一部分 你要交的税呢 就仅限于这个 从加拿大的收入了 就是说 从加拿大来源的收入 那么一般说来呢 如果你是一个非税务居民的话 一般呢 你呢 并非呢 住在加拿大 那么当然了 你不住在加拿大呢 在加拿大也可能呢 有有收入 比如说你的股票啊 投资啊 或者或者房屋买卖啊 就住了出来啊 那么就就这个就是本质 其实就是说 最最本质的差别 就是如果你是税务居民的话 你全球的收入 通通要在在加拿大交税 如果你是非税务居民的话 你在别的国家的收入 你不用交税 仅仅交的是 加拿大的国内 加拿大收入 这一部分交税 这个就是最根本的区别 那么 好 那么我们再看下去 那么看下去这一段 这一段比较长一点 an individual who is a resident in Canada can be characterized as ordinary ordinary, ordinary, ordinary ordinary 他这个稍等啊 他这个地方怎么是一个句号啊 这句话 那么就是说 你如果是被认为是加拿大税务居民啊 你就可以被 就是这个怎么说法啊 就是说 就相当于类似于 就是说 你那一般呢 是ordinary resident or deemed resident 就是你是一个普通的 正常的那个税务居民 正常的居民啊 税务居民 这里的resident就是税务居民啊 我们谈到的加拿大谈税务法的时候 这个resident都是税务居民 然后呢 或者是呢 是被认为的税务居民啊 那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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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如果你是一个 一个普通的正常的税务居民 或者是你一个被认为的税务居民 这个呢 这个呢 都是税务居民 加拿大税务居民 这个很好 an anybody who is ordinary resident in Canada will be subject to Canadian tax on his worldwide income during the part of which he resided 那么 那么 那么好 那么这里来了 an anybody who is ordinary resident in Canada will be subject to Canadian tax on the worldwide income during the part of the in which he or he or she she is resident 那么就是说 如果他是税务居民的话 加拿大的税务居民呢 他就要交税 交加拿大税 在他 他是那个 是他的全球税 这个交税呢 交什么部分啊 交他在 他是 加拿大税务居民的 在这段时间里面 这个如果啊 那么这里啊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 又来了 这个非常高 就是说 你这一年里面 你可以是半年 等于说是 那么 那么这个就非常的 就搞了 那么我们得看一下 这个根据他这个意思 就是说 你如果 你这一年啊 有一部分呢 被算作是 加拿大税务居民 另外一部分呢 不算加拿大税务居民 在这种情况下面呢 你 你算作 加拿大税务居民呢 那么你这一部分呢 你的 这个期间 你的全球的所有收入 在加拿大都要交税 那么好 就最后面啊 During the other part of the year in view will be taxed alone 那么在另外 另外 这一年的另外一些时间 如果另外一时间的话 你不算是加拿大税务居民的话 那么 你呢 你呢 就是说 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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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 就算是 按照这个非税务居民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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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交税 那么就是什么 你在加拿大的收入交税 全球的就不交了 就这个区别 那么这种情况呢 也相当普遍的 比如说你移民 对不对 你 你六月十五号 六月十五号 成为那个登陆的 成为移民的 那么你六月十五号以前 那个收入 你六月十五号以前 就不是加拿大的税务居民 对不对 你还没有成为移民了 你从来没进过加拿大 你怎么会是加拿大的税务居民呢 那么那部分收入呢 你就不用交税了 那么那么六月十五号以后 进来了 然后呢 你成了加拿大的一个 普通的居民了 那么你就是算加拿大税务居民了 那么从六月十五号以后 一直到年底 这一段部分 那么你的全球收入 包括你在国外的收入 和加拿大的收入 你都要交税 交加拿大的税 我们自己交税 就是交加拿大税了 那么我们看 那么好 那么这一句又来了 就说如果啊 你呢 你是一个什么 如果你是一个被认为的 加拿大税务居民 在某一年 那么呢 你呢 你的全球的收入呢 这一年呢 全球的收入呢 也要交这个 这个加拿大的那个 个人所得税 你是被认为的 那么这个实际上意思呢 如果你是被认为的 加拿大的税务居民 和实际的加拿大税务居民 一样 对吧 一样交税 就这样啊 然后 那么 那么 那么有的时候啊 就是说 有些情况啊 就是说 你呢 本来呢 可以是 可以是 你呢 原来呢 是算做 本来呢 是算了 算加拿大的税务居民 或者算加拿大的 被认为的税务居民 那么 但是有些情况 你可能呢 会被算做啊 不是加拿大的税务居民 你会被看成了 不是加拿大的税务居民 有些特殊的情况 那么特殊的情况呢 就是说 在下面呢 就是说 后面呢 讲到的 250这个section 讲到的 那比如说 一些情况 就是说 呃 你是 你是等于说 那个国家 你呆的 你属住的 你属住的 那个另外一个国家呢 把你认为呢 是税务居民了 那么这样的情况 本来加拿大就不能 把你作为税务居民了 啊 那个国家 因为税务居民 你只能同一时间 成了一个地方 啊 就只能属于一个国家的 税务居民 啊那这样的话呢 呃 呃 那个那个 比如说 还有一个什么 跟那个税 跟别的国家 有有有税务 那个协议的啊 这个情况呢 我们前面就碰到过来 那么 那么这个呢 后面呢 他 我想他呢 还会 仔细讲的 对不对 好 那么我们 那么后面 我们继续看啊 好 我们继续看 稍等一下 好 那么这一段 那么这一章啊 那么就是各种各样的因素呢 都讨论了 啊 再决定你到底你的税务状态 税务居民状态啊 那么 Many of the comments 之间的 很多的评论啊 在这一章啊 很多的评论啊 呃 试用于啊 决定啊 你是联邦的税务居民 和已经的省的税务居民 啊 他还讨论到省的 那么这里呢 大家又要知道 这主意了 所以说 这个税务居民 加拿大的税务居民啊 还有下面 还要会细分啊 两类啊 你有的时候 你属于联邦的税务居民 但是呢 你不属于 任何一个省的税务居民 有的时候呢 你是 既是加拿大的税务居民 还有呢 你是所谓 某一个省的税务居民 啊 这个这个这个 我们看下去啊 这个精彩了 那么 大家呢 就说 好 然后 后面啊 他说啊 如果你啊 要找一些 不是非常专业的 这个有关于税务 税务居民 这方面的 那个材料呢 你呢 先去看那个 加拿大那个 税务居网站上面的 有关于 税务居民的 那个讨论 那个东西 那个东西呢 就是我们前面讲的那个 我们前面讲的那个呢 是不是很专业的 那现在呢 来专业的了 现在来真的了 来的就是比较仔细的 那么我们呢 现在呢 就是需要这个东西 所以呢 我呢跟大家 因为我想 把全部的能够 尽可能详细的 把这个税务居民 这个话题啊 讲的透彻 那么这个呢 就是正是我们需要的 那个那个 那个内容 对不对 啊 那个那个那个 我们现在就是这个 仔细的讨论 到底是怎么回事 把它彻底搞清楚 这个税务居民 这个东西 VCIA issues income tax folios to provide technical interpretations and positions regarding certain provisions contained in income tax law due to their technical nature folios are used primarily by tax specialists and other individuals who have an interest in tax matters while the documents while the comments in a particular paragraph in the folio may relate to provisions of the law in force at the time they were made such comments are not a substitute for the law the reader should therefore consider such comments in light of the relevant provisions of the law in law in force for the particular tax year being considered 那么这一段 那么就说 有关于 那么这个叫folio 对不对 这个folio 就是有关于 税法里面的东西 那个 就是说 有关于税法的内容 加拿大 就是说 个人所得税的 那个税法的内容 加拿大税务局 会发表一些 车子 宣传车子 这种folio 这种folio 那folio 我们查一下 不好意思 我们看一下 这个folio 是什么玩意 税点一下 我们看一下 对不对 这个folio folio 这个中文怎么翻 这个folio 税点一下 folio 对开 不管它 对开 宣传车子 那种 这种东西 就是说 税务局 会常常会发一些这种folio 就是宣传车子 提供什么 这个宣传车子 提供 提供技术的解释 法律的解释 就说 那个 个人所得税 法 法律 法规 有以后 那么 很多法律 法律 的东西 大家都看不懂 对不对 那么 税务局呢 会提出那些 技术性的解释 这种比较 专业的解释 到底你怎么 还有呢 就CIA的position 他们 CIA的 那个 他们怎么认为的 然后 他们会怎么决定 这个就是 他们的position 他们的站位 站位 我们说起来 叫站位 然后呢 他说呢 由于啊 这专一性的 这种folio 都是非常专业的 对不对 那么 那么 那么这种folio 这个宣传车子 主要是啊 给谁用的 给那些 税 税法专家用的 报税的 这些专家 那么 那么 包括那个 比如说 那个 那个 报税的 财务 财务师 报税的财务师 以及呢 对于报税 这个事件的 对于 对于加拿大税法 有兴趣的一些人 那比如说像我们 我现在讲 这个 我们要搞清楚 这个 到底里面是什么玩意 对不对 那么 所以 我们也感兴趣 这个东西呢 这个folio 比较专业的 我们现在看到的东西 下面要看的东西 是非常专业的东西 相对说来 比较专业的 那么 我们一开始就知道 他为什么专业了 这个用词就比较专业了 因为我给前面说 他说了一个determination 对不对 我们前面说opinion 那个就不是很专业 对吧 我们那个 税务局网站上面 那个opinion 用的那个词 就 就不是专专业的 我当时就看出来了 这个不是吹牛的 我还是有点水平的 这里要吹个小小的牛 那个我当时看到了 我当时看那个时候 我没有看这个folio 我前面 我从来这个东西 我前面从来没念过 好不好 我们是 我是激信的 拿上来就讲的 那么我当时呢 就觉得这个opinion 那个呢 不专业 那么现在我们看到了 他用了determination 这个小车子 比较专业的 那就用determination 那么那么我们继续说一下 那么解决 这一句就是说 他所做的评论啊 这些观点啊 他的解释啊 他说 他说是 在什么时候做出的 在那个当时的时候 那个法律 这有效的时候做出的 那么这个法律 有的时候会改变的 对不对 有的时候这个法律 旧的法律作废了 什么东东东出来了 然后呢 所以呢 他说 所有 现在他所做的 这里做的那个观点 他的观点 就是说 不是一个法律的替代啊 不能替代法律的啊 那个法律 还是法律啊 他只不过做了解释 那等于说 他的意思 你要注意啊 他这个东西 法律可能会变的啊 当时的时候是这么个法 后来又不对了 不改了 那么他以后呢 会 如果法律改了的话 那么他再发那种 再发一个新的 folio 再做这个解释 这个就这样 这个大家都懂了 the reader should therefore consider such comment in light of the raven in force 那么呢 那么我们在阅读这个资料 材料的时候 那么我们要考虑了 对不对 我们要考虑就是说 他是 这个法律是在 在有效的 有效 有效的情况下面 啊 那么那么他是 这个我们大家知道 法律会随时改的 那么这个东西 有的时候他就 不是用了 对不对 好下面是目录啊 目录 稍等一下啊 目录都要讲到的啊 然后后面来了啊 然后呢 就是discussion and interpretation 那么就是讨论了 解释了啊 对于法律的解释和讨论了 对于这个税务的 这个 这个 这个税务的东西啊 税务居民的东西啊 这个话题啊 进行解释和讨论 那么今天呢 我们做了比较长时间了 那么这个视频呢 就做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